这个股民在网络上吐槽 议论股价已经是比较常见了 不过吐槽归吐槽 千万不要散布谣言 因为近日监管层开出一张罚单 就落在了一位造谣者的身上 这浙江的中监局最新的一份形容处罚书显示 杭州85后女性王丽金 因为今天略奋传播中监会暂停新股IPO的谣言 被责令改正并且处以3万元的罚款 这短短8个字却引来了3万罚款 这一个字相当于3750块钱 这事情的前一后果还要追溯到6月19号 这个王丽金在手机上使用口水杭州论坛 用户账号发布了这个题为暂停新股IPO的帖子 这个在次日上午 王丽金删除了改帖 但是在这个期间 这个帖子共有28个回复和5,029次查看 这2018年6月19号下午 证监会的新闻发言人毕谣澄清 证监会召开临时会议调评IPO 为假消息 并且表示该行为严重干扰市场正常传播秩序 编造虚假消息应严肃处理 这新媒体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传播市场信息的重要工具了 不过铁锥还是要提醒各位 必须要警惕部分人员和部法机构 为夺人眼球和骗取流量 编造传播虚假消息 严重误导投资者 必须要依赖 处理